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张老师请你上台来 一路以来到底有哪五大危机 我们讲冷热吃掉就是说 这一块热 这一块冷 并存 好像矛盾 我们先讲第一个 财政是热的 因为它在宽松 财政在刺激 可是货币是冷的 货币在收缩 本来财政跟货币对总需求的影响方向是一致的 结果现在财政在提高总需求 比如说花各种补贴 基础建设 投资 还有绿色能源 要对付通膨的法案等等 财政是在给刺激 是在提高总需求 他就在扯他后腿 他要把钱收回来 货币必须对抗通膨 必须收缩 你可以看到财政在热 货币在冷 这矛盾嘛 然后现在呢 所以货币政策的紧缩 先要去抵消财政宽松 造成的效果 然后再回到原本 因为供给短缺造成了通膨 要把总需求降下来 所以你看联准会要做两件事 一个是财政的刺激 要把它抵消掉 然后再回到原本 财政刺激推出来之前 原本的那个通膨压力 攻击短缺 这个要把总需求压下来 来供需平衡 恢复平衡 所以为什么联准会的工作很累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有人扯后退嘛 这第一个 一边热一边冷 货币要紧收 财政在宽松嘛 第二点呢 就是大家看得很清楚 原物料是冷的 怎么看 这个油价跟铜价 是两个重要的观察指标 铜价通常还有消费用途 工业用途 所以我们现在看 铜价 这是那个铜价在走跌 油价在走跌 你看这两段的话 一致就表示说 这个是总需求下降造成的 经济前景下修造成的 这个如果你是今天 是因为供给端 比如说食油输出国 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它会涨或跌 跟它不会有关系 但是如果是总需求动的话 就好像水涨船高 这两条船都会跟着涨高 所以总需求如果下修的话 前景看淡的话 那么油的需求下降 铜的需求也会下降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看的话 就印证说 目前的总需求被看低 就是预期总需求会走低 这是那个 回到上一章 就是说这个是油价铜价 可以看出来 总需求在看 就是前景在看低 所以是原物料在冷 可是与此同时 就业市场很热 就业市场的那个失业率低 失业率的话 通常4%是充分就业 现在是在4%以下的3.5% 3.6%这样 然后职缺数目很高 工资的增长也很高 都在高位 为什么会有这么矛盾的 对啊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现在原物料 本来是原物料是涨的 现在已经开始转冷了嘛 然后可是就业市场 还没有放下来 所以零准费现在应该要期待说 经济前景的下修 最后也让劳动就业市场也下修 在等嘛 然后再看数据 就在看这个嘛 如果就业市场开始放慢 然后工资增长 尤其是工资增长 开始降下来 对不对 那这样打通膨才可能完成嘛 我们看一下现在工资 去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好 下一张 我们现在看到就业市场 崩紧的情况 就是说原来这个薪资增长 对 那个生产线的保持在5.1% 这是蓝色是生产线人的薪资 对 然后呢 深色的时候就是全部的算进去 连那个主管那个都算进去的 4.2% OK 那这个表现看起来 我们要物价要稳定的话 它要在这个以下 3.5%以下 物价要稳定的话 3.5% 这个数值要在3.5%下 大概是在这条线左右 对对 那我们目前还稍微高了一点 之前在5%附近 4.7 4.8 5.1%的话 那个是高的 这样的情况下 通膨打不下来 工资增长那么高的话 它会推高 那个服务业的成本 而服务业的那个通膨 是整个通膨数据里面 一半以上 是 我们讲通膨数据 有三个成分 一个原物料 大概20% 一个租金或住房成本 大概30% 那剩下一半左右 或者更多一点 是那个服务 包括医疗 娱乐 教育 餐饮 零售 这些都是服务业 对不对 那这些的话 那个通膨的部分 联准会一直讲 没有放慢 就是说我们有看到 通膨数据本身是有放慢 但是服务业的部分 没有放慢 了解 那为什么没有放慢 因为工资的那个压 增长力还在 工资要下来 所以联准会的升息 要升到失业率上升 工资增长速度降下来 然后这个通膨数据 才有可能真正降下来 OK 工资增长速度 降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刚刚讲到了 至少3.5%以下 对 这是关键密码 OK 好 所以我们现在回去看 所以就业市场是还热的 可是原物料部分就冷了 一边热一边冷 出现冷热失调 这是实体经济 接下来看的是 实体经济有通膨问题 所以升息的作用 是要去通膨 对 可是升息的同时 也打压了债券的价格 提高债券的殖利率 所以债券市场就变成冷了 它效果叫做去泡沫化 在资产部门去泡沫化 在实体部门去通膨 这是它升息的 三个目标里面的两个 然后第三个等一下 我们会讲到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实体经济还在热 所以要去通膨 要升息 可是升息的结果 也顺便处理 资产部门的泡沫 因为现在的量化宽松 很多钱跑到债券市场 因为股市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路泡沫破掉了 房地产也没有这个问题了 因为破掉了 然后现在那个钱 都跑去债券市场 这也是为什么 矽谷云行那些中小云行 手上的公债部位 因为升息造成价格下跌 造成债券的投资部位 有浮亏有亏损 就是债券市场 所以债券市场是冷 然后实体经济再热 这是金融部门在冷 实体经济再热 再来一个美国跟欧洲在高通膨 然后所以要货币紧缩 然后中国大陆却是在通缩 所以在货币放水 又是一边热一边冷的情况 然后这个中国货币收缩 这个问题有一个弦外之音 就是美国在量化宽松的时候 很多资金其实是跑去中国大陆 流向所谓新新市场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很多企业在国外发行美元债券借美金 然后拿回国内换成人民币使用 所以这些钱就会进入中国人民银行的外费储备 然后现在这些借来的钱 已经占人民银行外费储备超过八成以上都是借的 就是它的外费储备现在大概3.1万亿 它的那个外债的话大概超过2.7万亿 可能到2.9万亿 所以这些钱是借了要还了 是人家的 扩掉以后 它自己的真正的自己的外费储备 现在只剩2千亿到4千亿 或者不到至少不到5千亿 所以很紧 所以它会兑付外资企业 希望它欢迎外资来 可是它不欢迎外资走 所以它让外资就算要走的话 也不让它结费 因为外费可能很紧 那你就发现美国的升息 在实体经济是去通膨 在金融市场是去泡沫 然后在国际上是去中国的大国崛起 去中国梦 就是对中国抽银根 它的升息的效果是这样子 那你说它有益还是无益 我们不知道 但是它起的效果是把资金吸回来 把原来放出去的资金抽回来 对中国抽银根 然后房地产就很紧张 然后地方财政很紧张 外汇的储备很紧张 是这样来 所以美国的升息 在全球范围内来讲 又是在一边热一边冷的情况下 在操作 然后最后才产业部分 我们都看得到 军工产业现在热 然后半导地产业现在冷 升息的结果 打压了耐久财 像黄纸像汽车 然后打压了半导体 因为他们是成长性 有那个借贷的问题 有那个融资的问题 然后比较容易受打击 然后呢 半导体就是 消费电子业能 半导体业能 但是呢 军工产业却热起来 是 你看不止台湾 其实很多 包括日本韩国 都在增加军事采购 强化国防实力 应对地缘政治风险 所以你会发现 地缘政治风险紧张的结果 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军工产业现在热 日本的五大商社都是军工嘛 那台湾也是军工 那个类股 最近都表现不错 所以呢 以上五个的话 就是出现一边热一边冷的 这种冷热失调 所以估计 这需要一段时间慢慢地调 所以 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 就是人口红利的消失 婴儿草的消失 这是世界经济的一个 很重要的影响力量 但是这个比较结构性 比较在背后 人口红利消失 也是中国经济 现在碰到的困难嘛 因为那个大量的 那个廉价劳动力的 那个使用已经到顶了嘛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以后 表示说 这些冷热失调现象 会把经济带向衰退 甚至于带出金融危机 几乎无法避免 那我们现在看下一张图来看 好 这张图很重要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图 那个绿色的是利率 就是联准会在调控的利率 绿色的 然后呢 这个蓝色的是核心PCE 这个就是联准会最重视的通膨数据 最常引用的通膨数据 叫做核心的PCE 这是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好 这是蓝色的 那我们现在看 绿色的利率在追上来 追上蓝色 所以我们看出来上次我们没有提到 好 那红色的是什么 红色的是美国公债十年 十年期公债的殖利率 减掉两年期公债殖利率 这叫长短利差 是 好 长短利差如果在零以上表示 长短利率比短短利率高 是 在零以下 黑线以下就表示是利率倒挂 然后重点来了 在衰退之前 我们上次讲了 其实利率已经降息 在还没有衰退之前 利率已经降息 然后呢 这边也是已经在降息 那我们现在还没看到降息 然后呢 再来 因为降息的结果已经把利率倒挂消除 降息的结果把短端利率压低嘛 然后所以那个利率 长短利率利差恢复正常 那重点来了就是 利率会倒挂一个重要原因 长短利率 长短利差被压缩 因为原因是升息 升息造成 倒挂 倒挂以后催生出金融事件 银行危机等等 最后逼连减会降息 降息之后 经济衰退 然后经济衰退以后发现一件事 这个我们看那个 物价是蓝色的线 对不对 你看衰退之后都会 或者期间的话都会看到 物价指数的下跌 对 物价指数的大幅下跌 都会看到 所以很可能到最后 我必须靠经济衰退来把物价指数大幅度拉下来 如果你可以避免的话 像联主会一直强调 他觉得把我主席说应该可以有这个 不需要衰退 就可以把这个通膨打下来 这样是最好 如果不用衰退的话 至少不用大幅衰退 说不定温和衰退也可以 只要能够把通膨打下来 代价付得越低越好 但是如果万一不行的话 那很可能到最后 因为通膨数据打不下来 通膨数据打不下来 这是通膨数据 对不对 他一直升息升息 剩下最后也没办法 只能让经济衰退 把通膨打下来 这是联准费不得已的时候 那现在他尽可能做到说 不需要经济衰退 就把通膨数据打下来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看到的就是利率倒挂 利率倒挂会给银行压力 所以银行业不像军工业 银行业就被利率挤压到 这个短短利率是他的资金成本 长短利率是他的资金收益 所以利率倒挂的话 表示他资金成本超过他的资金收益 所以他会受伤 那你现在看受伤的主要是中小银行 中地区性银行等等 那这些银行危机 看起来好像是银行危机 但是这是可控的 因为他不是大型的 那你看看雷曼兄弟 是华尔街第四大 那个是大型的 而且金额很庞大 所以那个一出事情的话 那就很麻烦会牵涉很大 但是地区性银行 中小型银行的话 会出事 但是不至于变成金融危机 那个可控 那将来的话一定是大型银行 在债券部位出现大幅亏损 然后变成危机 那现在的话 你看到地区性银行 中小银行是有问题 但是还不至于 然后联准会会晃慢一下 观察一下 然后就恢复原来的 对抗通膨这个方向 了解 OK 谢谢江老师 请先回座了 好 今天亚洲好戏 我们交给明哲 因为最近ETF的受益人数 大幅的增加 很明显市场动荡之际 大家买ETF 无论做避风港也好 或者增加自己存股的一些部位 5月份好多ETF要进行除息了 不乏一些高值利率的 哪一些适合您 休息一下明正为您分析